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时候我们要把它换一口锅 移到一个小瓦罐里 这样呢味道会更好一些 撒盐 均匀的撒至每一块豆腐的表面 这个时候我们要加入什么呢 加入海米 添酒量加进去 顺个锅边淋进去 加一点点烫 加一点点生抽 我们加一点葱花 这时候转小火 上盖 关火 焖两分钟 两分钟之后 开盖 把最后这点葱花加进去 做一点缀 那么这道蒋师郎豆腐 这就做好了 接下来请跟着我和相声作家王振华老师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没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种食材作为五谷之一 被称为利于调节胆固醇的黄金豆 您知道是什么吗 它里面含有大概40%的优质蛋白质 这真是好东西 就这比例比其他各种各样的粮质都高 而且高的不是一点半点 小小食材飘扬过海 摇身一变成为营养卫士 本来是咱们的东西 是不是 但咱没拿它当回事 让人家给拿就拿着就发挥作用 所以咱们得赶紧把这个食材利用下来 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吃出健康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王振华 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中医养生营养师铁峰老师 铁峰老师好 铁峰 临床医学毕业 中医养生营养师 国家一级播音员 同时呢 欢迎我们的健康观察员 观众朋友 如果您总在为吃什么而发愁 或者想知道怎么吃更健康 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上千道营养菜肴的具体做法 大家可以在电子菜单中自由选择 您也可以在微信中提出您的问题 铁峰老师会一一为大家解答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到老陈家里去看一看 爷 这东西这么好的呀 大孙子 大孙子 干嘛没呀 这么费劲的吗 爷 我正宗的跟你谈一次 下次有人再往哪儿拿东西 要不然你就自己拿 如果你再想让我去拿的话 你就别再催我了 不怎么现在让你干点活这么费劲吗 费劲 那五十多鸡的东西全我一个人搬 你在前面又唱歌又扭腰的你就上楼了 断练点好好年轻的人嘛 对不对 这次又拿的啥呀 这回我跟你说是那个我老家那边哈 那天天你拿的黄豆 我求求我老家这帮爷爷的真 爷啊 那黄豆你说要他干啥 你本来我就不爱吃黄豆 你说这一下整回来五十多斤 我奶更得天天做了 你让我俩吃饭 你说你这孩子一天你爱吃的那个他都营养嘛 你看人家说的 这黄豆能预防三高降打雾醇呢 咱们能不能别一说什么东西不好吃 你就给我扯了营养 你这下来的 你在哪看的呀你这些理论呢 你不信我行我再给你查一查 嘖 你看 还说这个黄豆啊它有植物肉还有绿色牛奶的称号呢 你这啥也不信呢 嘖 都什么年代呢怎么还在网上看这些文章 那网上说了但还有一百分之一是正确的 我跟你说咱们都得老健康 那谁说的对 你找个人呢 这事啊 那我就问铁峰老师 我真不信了 就一个小黄豆能有那么大的作用 观众朋友 从这个昨天开始啊 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讲几道题 大家需要呢把这些题呢都记录下来 然后在之后几天的节目里 我们会开放我们的答题系统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 就能参与这次的答题活动 我们每天呢有三次答题的机会 每次五道题 如果您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所有的问题 您就能获得最高一千元的大红包 同时呢还有一次砸金蛋的机会 金蛋当中呢有各种各样 我们身体需要的膳食营养素 希望大家拿好纸笔好好记录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问题 今天的黄豆到底有没有老陈说的那些作用呢 就是有没有作用吧 我是不知道 但是我和他们家那孩子一样 我是不太喜欢黄豆 我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觉得他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好吃 但是我记得就是我妈妈跟我说 说他小的时候经常吃一种零食 也是用黄豆做的 叫做这个崩黄豆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和这个爆米花差不多吧 每次提到这个事我妈都感慨 哎呀这个多少年都没吃过了 买不着了 就是关于黄豆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记忆 我对黄豆是有好印象的 不是像你说的说不好吃 你要说不好吃吧 你好歹吃的是熟的 我吃的是生黄豆 不吃肺牙 是黄豆 肺牙 我跟你说 王老师一说你就能明白 他们可能不知道 小孩啊 他有的时候吃多 他容易饥食 这个时候就有办法 我们家我大舅啊 我舅舅是国一大师 东北小儿王 这都知道 自门治小儿病的王烈 老爷94了都要进去 教给我们一个方 把生黄豆 咔咔咔咔 把粉 生黄豆 腥的好好的 然后拿水冲火灌下去 就都吐出来了 你说这挺好的一个 让大家谈谈那个黄豆 有没有老陈说的作用 这可能好 你们都开始回忆起来了 这太不像话了 既然你们都谈了 我要不谈一谈 也对不住大家 我也来谈一谈这个黄豆 我也能记得一件事 就是我小时候 我妈经常做那个黄豆酱 我呢有个任务 就负责这个 搅这个酱缸 那个味道特别大 现在想都不敢想 哎呀想起来 我也跟铁峰老师一样 我在意的是感受 所以到现在 我都无法正视这个黄豆 行了 咱的回忆就到这 要不咱们这期的节目 就改名叫童年的回忆了 有点这意思 哎呀 铁峰老师 这个黄豆到底有没有 这个老陈说的那种好处呢 这话吧 你要这么问的话呢 得这么看 首先 这话有一定道理 嗯嗯 其实这黄豆呢 它也是我们血管清道夫当中的一员 莫凡 莫凡 你看呢 你可以把这第二张撕开 好嘞 我来 你看这手笨 笨手笨脚 看 这个 黄豆 你看它后边有括号 嗯 写什么 发酵 发酵 嗯 知道吧 这个干黄豆啊 它里面含有大概40%的优质蛋白质 这真是好东西 就这比例 比其他各种各样的粮食啊 都高 而且高的不是一点半点 嗯 这是第一 第二 一斤黄豆里 它蛋白质含量相当于两斤瘦猪肉 或者是三斤鸡蛋 嗯 所以呀 叫植物肉 嗯 黄豆又叫植物肉 嗯 或者叫什么呢 绿色牛奶 嘿 而且这个黄豆里的 脂肪含量在豆类当中 排第一 这都知道吧 黄豆干嘛的 对 黄豆是炸油的 炸油的 对 对吧 它出油率能达20% 这相当高 对 所以呀 这个黄豆被称为 有利于调节胆固醇的黄金豆 对 对 对三高的人来讲 那是特别的友好 哎 不对老师 嗯 您看啊 黄豆含油量这么高 嗯 然后您还说 有利于调节胆固醇 就挺矛盾 您说吃黄豆不应该就是说 胆固醇变更高吗 是吧 我理解这样 这个黄豆里啊 它那个脂肪啊 绝大多数都是不饱和脂肪酸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 是我们人体啊 相对来讲 它比较缺乏的 我们需要这个东西 嗯 它也是对我们身体 更有益的这种脂肪酸 它能够降低血液当中的 胆固醇含量 哎 胆固醇也有好坏之分嘛 哎 它就有利于保护 这个中老年人 心血管的健康 给大脑和神经 提供必要的营养成分 哦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这个黄豆 的确可以称为 血管里的青道夫 对 那么后边 怎么又多了一个发酵呢 黄豆首先 它是好东西吗 是好东西 黄豆光就那么水煮着吃啊 炒菜那么吃啊 它也不行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把它 真正的价值 嗯 发挥出来 嗯 真正厉害的招没使出来 对 哎 但是这个事吧 嗯 现在做的比较好的 日本做的比较好的 嗯 嗯 它传承的比较好 嗯 这个黄豆啊 它是我们中国最先开始用的 嗯 到日本去 那是漂洋过海 是我们给传过去 嗯 但是到了日本之后啊 它可能 跟环境啊 嗯 跟这个 菌猪有关系啊 嗯 嗯 它经过发酵之后 变成另外一种食物 嗯 这 纳豆啊 哦 这纳豆 纳豆是是是是是 是这么来的啊 对不对 嗯 这个纳豆啊 它在继承上来讲 它继承了黄豆的各种优点 嗯 然后还衍生出一种新的东西 这个东西叫 纳豆鸡煤 哦 哦 纳豆鸡煤 这个纳豆鸡煤很厉害 能溶酸 这个说到溶酸这件事啊 嗯 它和降胆固醇 降脂肪 嗯 是有本质区别的 对 您还别说 就是提问老师 您说这个事啊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些相应的那些文章 就说 日本 心脑血管的问题 它这发生率不像我们国家国内这么高 对 好像就是跟他们常年吃这个纳豆 反正有点关系应该是 嗯 对 而且我记得我看一些 像电视啊 或者是动漫的时候啊 他们基本上 每天都要吃这个纳豆 嗯 而且我记得当时我还比较小嘛 然后我问我妈妈啊 我说 这个纳豆是什么味道呢 我妈说 她没吃过 但是上网查完之后告诉我 就跟中国的这个豆豉差不多吧 哎 还别说 你妈妈说的这真是核心问题 这个 刚才我说孟竹啊 说到这个这个 这个纳豆跟豆豉有关系 嗯 大家记住啊 这个纳豆就是 古时候我们中国的豆豉 嗯 它的前身就是中国的豆豉 是我们通过唐朝那时候传过去的 然后在他们的土壤 在他们的环境下 一点点变变变变变变 变成纳豆了 所以说啊 如果我们也想把这个心脑血管问题 把它这个发生率降到最低 应该从现在开始积极地吃 嗯 纳豆即美 嗯 这个 我个要的人纳豆即美 啊 原来这个这个纳豆就是豆豉 可以这么说 哎呀 说起这个还挺遗憾的啊 你们看这个豆豉本来是咱们的东西 是不是啊 但咱没拿它当回事啊 让人家给拿就拿就发挥作用了 所以啊 咱们得赶紧把这个食材利用下来 今天呢 咱们就用这个豆豉做到菜 怎么样提防老师 没问题啊 这个我举双手赞同 这个纳豆即美 如果搭配上另外一种食材的话 对我们的血管会有更好的保护作用 啊 这个 这种食材是什么呢 就是红曲 红曲米 红曲米 知道了知道了 豆腐乳外边那层红色 嗯 就是它 这个红曲啊 又被称为天然它听 哦 这是真的 通过实验室检测 它里面确实含有天然的落发大体 嗯 这道题也收录在我们这一次的题库当中 大家把它记下来 啊 但是这两种食材搭配起来 制作的话 难度很大 啊 一个是时间长 再一个工序也特别繁复 所以今天呢 我们先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 嗯 如果大家想看这个纳豆鸡梅和红曲的大费 哎 您到我们直播间来 啊 我在那儿 教大家 听话 刚才啊 铁峰老师又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大家赶紧的拿好纸和笔把它记下来 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会开放答题系统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微信 就能参与答题 每次五道题 只要您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答对 您就能得到最高一千元的红包 同时呢 还有一次砸金蛋的机会 这金蛋当中包含了多种我们身体需要的膳食营养素 您砸到哪种 我们就会给您邮寄哪种 您一分钱都不用花 让我们稍作休息 稍后呢 一起来看看铁峰老师的这道用豆豉做的菜当中 还有哪些食材 膳食营养月烤 邀您来烤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节目微信 即可进入答题系统 答对五道题目 即可获得栏目组送出的最高一千元的大红包 同时还有一次砸金蛋的机会 金蛋当中包含了益生菌 氨糖 多种维生素 蛋白粉等超多膳食好物等你领 砸到哪种 我们就给您有哪种 考试涉及的所有问题 将在近期的电视节目及网络直播中 为大家全部讲解 赶快拿好笔和纸记录吧 答对题 得奖品 赢荣誉 还等什么呢 赶快叫上身边的朋友 开始答题 那您今天除了这个纳豆 也就是豆豉之外 咱们还要用到什么食材呢 其实您的意思我明白 就是除了我们用发酵过的黄豆之外 再加点什么呗 对 你也是跟莫凡英情 黄豆不好吃 好奇 好奇 用排骨 排骨 排骨行吗 行 其实大家都高兴 这个排骨啊 能够滋养我们的脾胃 保护脾胃功能 它能够补义气血 脾胃好 气血就足嘛 可以吧 这下行不行 行 我就想补一补 之前我就愁 今天如果说就是光吃这豆豉 下不了嘴 这一听有排骨了 这我就能下嘴了 那咱这样 接下来就看一看我们中国烹饪大师可心 准备好了没有 可心准备好了吗 铁方老师 我已经准备好了 大家好 我是可心 今天呢 我为您带来的这道菜叫做豆豉 焖排骨 它的主料呢 就是净排 这个排骨啊 在制作之前 一定得拿水给它泡一下 把这个血水尽量泡干净 然后再焯水 这种操作呢 能够更好地去除排骨这个腥味 而且啊 焯水的时候 不会把多余的血水锁在肉里面 这个呢 就是豆豉 是黄豆发酵而成的 这个豆豉啊 大家不要把它当作调料来看 在这道菜里 它的作用比排骨更加重要 所以一定要带着它一起炖煮 让它的有效成分能够融入到汤里 首先我们将葱姜蒜改包 然后呢 我们再切两片姜 先将排骨焯水 加入姜片 料酒 排骨冷水下锅 开锅 开锅以后呢 我们将浮沫打去 将排骨捞出 锅中留少许底油 下入豆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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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豉炒香以后呢 我们加入葱姜蒜 下入排骨 烹入料酒 生抽 生抽 加入汤汁 没过排骨 少许的老抽 白糖 青盐 白胡椒粉 烧开以后 我们转小火 慢烧三十分钟 好 现在呢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啊 将汁收浓 好 关火 我们将排骨捡出 淋入少量的汤汁 今天的这道豆豉焖排骨 就为您制作完成了 那咱们这道菜 就算制作完成了 今天咱们讲的这个纳豆 听完之后 我是感触颇深 说小黄豆营养好 发酵之后显高招 本是中华好食材 溶酸还能降三高 那咱们今天的食材 就说到这儿 我有一个建议啊 咱们已经给大家 讲了不少题了 我觉得这样 咱们现在来个抽查 现在啊 您就扫描屏幕上的 二维码 添加微信 我们随机抽取一位观众 随机抽一道题 考考他们怎么样 可以啊 就算是课堂小策下来 好吗 这个在我们大考来临之前 我们先练练兵 梦中 你来抽一位 好嘞 那就这位朋友啊 这位朋友叫做梦香 我现在来连他一下哈 这位朋友您好 您好您好 天风老师 王老师你们好 您好您好 这几天的题您都听到了吗 听到了啊 听到了 我都拿笔和纸都记录下来了 这两天这个节目加上 就是网络直播的 我已经都记录六道期了 这个梦凡 你从我们这个题库里 抽一道题 你考考这位朋友 那我随便找一道了啊 就说这道 就说 根据国家膳食指南的要求啊 我们国人每天 应该摄取量最高的是什么 A 古薯类 B 蔬菜类 C 肉类 D 水 这道题我选水 嗯 不错答对了 要我就选肉了 那我再来讨你一道啊 嗯 说红曲又被叫做什么 A是天然排毒剂 B是天然的保养专家 C是天然他听 D是身体卫视 这个是刚才节目台讲的 答案是天然他听 得送本题啊 两个闹题都答对了 那这位朋友 稍后我们会送给您200元的健康金 感谢您的参与 再见 看着我啊 只要拿纸笔把它记下来 我们这问题一点都不难 但是大家 你别光想着记这些选项 记选项没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选项 在我们题库里再出题的时候 它是随机排的 它是打乱的 所以你得记什么 你得记答案 膳食营养月考 邀您来考 只要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添加节目微信 即可进入答题系统 答对五道题目 即可获得栏目组送出的 最高1000元的大红包 同时还有一次砸金蛋的机会 金蛋当中包含了益生菌 氨糖 多种维生素 蛋白粉等超多膳食好物 等你领 砸到哪种 我们就给您有哪种 考试涉及的所有问题 将在近期的电视节目 及网络直播中 为大家全部讲解 赶快拿好笔和纸记录吧 答对题 得奖品 赢荣誉 还等什么呢 赶快叫上身边的朋友 开始答题 让我们来看看 微友们都提出了哪些问题 行 我这有位微友名字叫伟岸 他说今年是69岁了 男性 说今年开始 这记忆力就开始变得特别不好了 而且早上起床的时候经常头晕 想问问这情况吃点什么 其实这个早上起来 头晕这事我也经常犯了 但是后来我也不怎么 我自己给自己治好了 这您挺厉害 这怎么治好了 有这手艺 注意听我这个 绝招 我把酒记了 喝多了 但我们这个朋友都不是人 是不是 他这我跟你说 他这叫气血不足 再给他六十几了 69 69了 眼瞅分70了 过去讲人到70古来西 对不对 人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肾气 肾经一定是虚规的 对吧 所以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晕 是因为什么 气血上过去 没有劲 所以他就晕 而且这样人记忆力不好 这个中医里有个理论 认为什么呢 认为肾 竹骨生髓 而脑 为髓之海 这就是肾虚的表现 所以说 我给这位朋友 69岁 两个建议 第一 早上起床之前 摇紧牙关 摇紧牙关 扣机 百汇血 百汇血 头顶筋 为什么 诸阳之汇 早上起来 清阳上升的时候 阳气到哪 都到百汇血 直冲天机 要扣15下 当当当当 不是使劲砸 砸晕过去 砸完了再起床 然后 大家记住 敲击这个百汇血 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血液循环好了 阳气升腾的就足 来的就快 相当于急加油 同时呢 早餐的时候 给自己熬一碗 板栗 红枣 黄芪粥 板栗 早上这个时候 可以多放点 一个人 五颗 多吃点 红枣 五枚 黄芪 十片左右 这就够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大米可以比平时 做粥的时候 稍微减点 因为板栗 它可以代替一部分能量 减一点之后 把它跟大米一起煮这粥 这个粥 补气血 强肾气 对这位老先生 是非常有好处的 隔一天吃一次 就像 不用天天吃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这还有一位 他叫做 清晨微光 他说 听完今天节目 觉得这个 纳豆当中 含有的纳豆筋酶 真的很不错 但是呢 他本人 尿酸偏高 痛风 医生不让他吃 豆制品 所以说 他想知道 他能不能补充 这个纳豆筋酶 难办 这还真是个问题 这个痛风 不能吃豆制品 好像大家都知道 像这种人 还能补充 这个纳豆筋酶吗 这事是这样的 首先 可以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纳豆筋酶啊 它是在纳豆当中 提取出来的一种元素 纳豆筋酶不是豆子 它也不是纳豆 所以说 通风患者 能不能吃纳豆筋酶的 关键是 看他纳豆筋酶里 是不是含有一些杂质 这个杂质 就是我们所说的 漂亮 有没有一些豆粉 混在里头 所以说 现在含有 纳豆筋酶的 营养素特别多 如果您是一个 痛风的患者 您想 补充点 纳豆筋酶 你在 选择相关产品的时候 这么大眼睛 好好选 其实我们题库当中 有这么道题 就说这个 痛风 尿酸高的人 可以补充 纳豆筋酶吗 记住这个题 体验关键在 纳豆筋酶 答案是可以的 所以大家一定 拿纸笔把答案记下来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最后呢 提醒大家一次 这几天的电视节目 和网络直播间里 我们会给大家 讲很多道题 大家拿好纸和笔 把它记下来 在之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会 我们会 请不吝点赞长的镜子 所以我去马上 看下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